你們先驗 好 然後其他人在外面 然後他們跑一輪之後 再換人 好 有限時 對 就是一個小時 大批儀器設備進駐到新蓋大樓內 演無師傅各就各位 要在實現內揪出所有房屋缺食 拿著金屬棒東敲西打 光用聽音就能辨別有無空心磚 還有梁柱的施工品質 但這都還只是基本功 我們燕屋其實主要還是要看 整個水跟電 還有建築規範 結構規範 是不是有按照規定去施作 那水的部分其實就有包含防水 給水 排水 或是一些滲漏的檢查 電的部分也是依照 電的規定去做檢測 燕屋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重點 水 電 結構 但細項要檢查的地方就有上百處 第一步先是從圖面 一一對照 所有屋主需求 我們有一個項目就是針對客戶的課辯 那如果沒有課辯我們就是以原始的圖面 去現場對照 像例如說插座的數量 位置 像你看這個廁所沒有門 例如像這個他有幫他退掉這樣 對不對 那像有的我們有驗到就是 他明明退掉但是他又做給他了 因為這也有牽涉到錢的問題 幫屋主把關權益 可不能只做表面功夫 這些外行人看不懂的細節 更是關乎到居住品質 如果是你從裡面的排水管 有沒有毒塞 比較重點的其實會是 在我們平常看不到的地方 比如說你的天花板內 我們會打開檢修口 去看一下管內的銜接的狀況 管線銜接 排氣的管線 是不是有正常銜接 電線什麼是不是有接好 那我們排水管就是會透過內視鏡去看 裡面是不是有泥沙 這個是我們一般在 如果只是只平露眼沒有儀器的話 是沒辦法確認到的地方 用內視鏡一一確認管線有無淤積 而檢修口內則是要透過溫差觀測 找到潛在的漏水問題 我們檢查的其實是樓上的 地面排水孔 對 其實因為現在都做這種 那個吊管的方式 那我們主要就是針對這個貫穿 樓板的這個管邊有沒有 滲漏的狀況 除了管線會漏水外 窗框也是重點之一 一般只有在雨季 才會慢慢顯現的污礦 現在就要透過灑水器 模擬出強風大雨 今天主要就是在做窗戶的試水 因為其實在窗框的四個角落 尤其是角雨這個地方 它很容易會有一些裂縫 那是露眼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透過試水去製造溫差 然後來測試一下說 窗框的防水有沒有問題 那連帶再順便測一下 窗框本身它的膠條有沒有密合 像這樣窗框漏水的問題 並不少見 卻難以當下察覺 另外難以察覺的 還有窗戶玻璃的厚度 這些建材的規格品牌 都會列舉在建商合約 但要一一核對有難度 因為這個厚度會牽涉到你的隔音效果 對那一般人就不一定察覺 所以我們會去幫他量玻璃的厚度 業務達人莊伯泉說 他們並非故意在雞蛋裡挑骨頭 而是要以第三方的角度 檢視房屋現況 再以工程經驗協助找出助理方法 建築其實是接近好幾上百個 專業小包去合力完成的 所以每個階段都會有 不同的工種構像 那這些工種構像 都是人去做的 所以其實難免手工做的東西 就會有一些誤差 那這些誤差太大的時候 就會成為我們所謂的缺失 雖然房屋缺失在所難免 尤其是中古屋 燕屋時 小瑕疵更是列舉不完 但如果是關乎到居住安全 就得被放大檢視 我們就會接著再檢查一下 它的每個回路 有沒有按照規範去 要設置漏電斷路器的 我們都是照電工法規去做檢查 從電線電競使用年限廠牌 都一一查看再拍照純正 因為這影響到用電過載時 會不會自動跳脫的安全機制 從源頭到末端都得嚴格把關 像暗場這樣兩房一廳的空間 燕屋費用大約是一萬三到一萬五之間 而透天錯則有可能三到五萬 報價標準是以平數大小決定 燕屋達人透露 因為現在房價高 買房不易 民眾更願意花錢來檢查房子 避免未來的修繕成本 在十年前垂臺灣可能不到時間 那以今年我們自己內部的統計 大概有超過兩百間以上 因為進入門檻的說實在的 並沒有到很低 因為還沒有專門的證照 十年燕屋業者就大增二十倍 顯見燕屋需求旺盛 但燕屋沒有統一的驗收標準 跟相關證照 若非專業人員也難以替消費者把關 目前燕屋來講是沒有專門的證照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會希望 以有相關的證照為主 比如說像工地主任 或者是你有室內配線技術士 以及或是人家俗稱的水匠 電匠 甚至技師 結構技師 這個都是我們尋找 我們員工的來源的對象 第二個是你要有工程經驗 所以在尋找相關燕屋業者時 可以參考有無相關工程經驗 還有口碑封平 另外燕屋也能作為交屋後 裝潢前的一個屋況斷點 以免裝潢後房屋才發現問題 裝修業者和建商互踢皮球 責任難以釐清